他很認真的在對台商進行共同呼籲 藉口是打台獨分子背後的金主 這樣怎麼樣 他共同呼籲這件事情他很認真 然後呢 輪到台商的時候 藉口說成說他在反台獨 他在打台獨分子背後的金主 所以台獨這個東西 你所謂的遠東集團被台獨 這件事情是藉口 但是他認真在做的事情 是對台商也要共同呼籲 就是要把台商的錢掏出來 那這裡的話已經讓你 台灣這邊的很明顯 沒有人相信徐屈東是獨派的 你要知道在台灣的企業的話 通常都是兩邊都下注 不會只壓一邊對不對 所以你去講徐屈東還是遠東集團 是什麼台獨的在大陸賺錢 支持民進黨這個說不通 因為他根本不了解民主政治運作 我們台灣人現在流行講的一句話 說我們選人不選黨 誰做得好會選誰嗎 對 就是說民主機制下的話 企業他不可能壓單邊 他一定是壓兩邊 很多企業像遠東集團 對國民黨的候選人說不定給了更多 你為什麼不去查一查這個畫面的資料 你光是說他給綠的候選人 民進黨的候選人 所以這個東西是藉口 因為國民黨是他們的滑毒 這個是藉口 就是說他對台灣的時候 就搬出打台獨 對護台獨 這個來當藉口 其實是打台灣或打台商 比如說他不買台灣鳳梨 他說是對泰英文政府的台獨路線的一個警告 其實他是外揮不夠用 對澳洲也一樣 就是說他表面上有一個理由 但是那個理由背後有真正的那個原因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共 現在打台商 之前打中國內部的大型民營企業 就螞蟻金服 這個阿里巴巴 還有補教業那些大公司 在國外有上市的 或者準備要上市的 他連中國自己的企業先打 然後這個傷害到這些大企業背後的國外投資人 包括華爾街的避險基金 或者華爾街的一些風險基金 那個私募基金等等 然後打到什麼 日本軟銀 這些專門在針對新興事業 做培養的 然後新加坡的大馬席政府的基金 這些都受傷 所以他如果連國際資本 華爾街的資本都收割的話 對台商收割也是早晚的事 所以他已經不在乎說你是不是統派獨派 在台灣 以台灣來講 他現在就是要連台商也要收割 所以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信號 那我們說聯繫起來 從他打香港 然後打阿里巴巴馬雲 打海航防艦 你把這些事情串起來 表面上看 你會把它說成這個是權力鬥爭 這個也是事實 就是說習近平對江派 江澤民 曾慶紅 周永康 這些江派做一個鬥爭 但是這個鬥爭的本質很奇怪 因為你以前看 中共的權力鬥爭 你看毛澤東在鬥的時候 彭特懷 劉少奇 林彪 你死我活 純粹政治上的鬥爭的話 真的是到了拼刺刀的階段 你死我活 可是你看習近平鬥江澤民 江派鬥了半天 好像沒到你死我活 為什麼 因為真正在鬥的 並不是權力這一件事情 現在在鬥的東西是背後 背後什麼東西 我把它稱為金融利益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這是一個中國版的南北戰爭 那我們先講一下 美國的南北戰爭是怎麼樣 表面上 林肯的北方是解放黑奴 但是這是表面上的理由 那真正的情況是 美國的南方是農業對不對 南方他種棉花 棉花是什麼 棉花是出口 出口到外面做什麼 當年是19世紀前半期的時候 工業革命的主要產業是紡織業 紡織業的原料是棉花 所以美國的南方 等於它的棉花 就是相當於我們今天講的 科技業的供應鏈一樣 它是原材料 對不對 主力產業紡織業的原材料 所以美國南方加入國際貿易 他要自由貿易 他不要保護 你保護的結果的話 對方對我的棉花課稅 對我不利 所以美國南方要自由貿易 北方呢 北方搞製造業 工業 但是當年美國的是第三世界國家 當年的那個一流一線國家 是英國 是歐洲那邊 所以美國的製造業需要保護 他那個說是第三世界等級的 他需要保護 結果北方要保護 南方要自由貿易 這個經濟上的貿易政策的分歧 是美國內戰背後的經濟因素 所以南方歌頌自由貿易 不要關稅 北方要求保護 要課關稅 是這樣來 那林肯打贏了之後 果然北方的那個政策得到實現 就加關稅 要保護 那現在 在中國的情況是這樣 習近平代表的是北方的 是華北的勢力 包括東北西北 那是草原民族 油牧民族 再加上那個北方黃河流域的一些小農思想 小農那個農業經濟這樣子 形成一個以前黃河流域叫農業帝國 可是南方是什麼 南方代表的是海洋 代表的是貿易 代表的是跟西方的經濟來往 結果呢 你現在看到 南方的那個跟改革開放以後 尤其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 改革開放以後 中國經濟去跟國際資本主義掛鉤 然後中國變成什麼 來料加工 搞那個出口 變成一個組裝 組裝之後呢 供應鏈進來 變成紅色供應鏈崛起 所以這個時候 改革開放派 中國的改革開放派 是在扮演 把中國推動成世界工廠 然後拿中國經濟 去跟華爾街掛鉤 跟美國掛鉤 跟國際資本主義掛鉤 中國的角色是提供廉價勞動力 這件事情跟華爾街資本恰好富普 華爾街這邊需要的是 廉價的勞動力跟土地 所以華爾街開始搞全球化的時候 當然就跟中共這邊形成一個互補 所以中共的角色變成 替華爾街當華爾街的買辦 替華爾街管理中國的勞工 相當於我把它稱為 領班 工頭 勞工部長這樣子 這是第一階段 後來呢 華爾街開始幫中國的國有銀行 四大國有銀行 幫他整頓 幫他改組 從組織 人事 策略 幫他改造 最後呢 這些國有銀行上市 然後呢 華爾街為什麼賣力 因為華爾街有 比如說15% 16%的股份在裡面 那經過閉鎖其之後 他就可以獲利了結出場 所以華爾街幫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造 你知道 以台灣 你知道關股銀行的話 怎麼有競爭力 沒有效率嘛 公有的單位的話 公務員怎麼可能去競爭 對不對 那這些中共的國有 四大國有銀行被華爾街這樣改造 接下來呢 大型國有企業 大型國有企業的話 也是組織 人事 策略等等改造 改造完了之後上市 華爾街做了很多的生意 所以華爾街跟改革派就變成有利益上的連結 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就是為了做這個生意 中共高層的子女去美國念商學院 念完之後到大型投資銀行工作 甚至於你人不用來都沒關係 掛個名就可以 然後你把你派回中國去接案子 所以華爾街跟改革派 江派有很多的利益來往 那一個轉捏點就是2006年 那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接位以後 他高盛出身 已經跟中國做了很多生意 當時他建立的是王岐山跟朱隆基 王岐山是中國建設銀行的負責人 去跟高盛談大型國有企業的上市 這張問題 從2006年以後 這個巴爾森當財政部長以後 大力推動華爾街資本跟中國的連結 問題是這一整套金融利益 北方沒有分到 習近平所代表的北方 李克強也是北方 河南跟遼寧出身的 趙樂際也算北方 栗戰書是跟著習近平的 所以七個常委裡面 有四個都是北方的 只有南方三個 汪洋 那個韓正 王滬寧 這個算南方的 所以你會發現 金融上的利益 他沒有被北方拿去 然後北方的經濟在沒落 重工業在沒落 製造業在沒落 南方一直在興起 透過貿易透過科技的引進等等 南方一直在崛起 那這個金融利益表現在上海跟深圳有證券交易所 所以習近平看不下去以後 在北方北京搞一個證券交易所 不是這個月十五號開張嗎 開張以後股價一直在跌 他這個北京證券交易所做不起來 可是反映出習近平的一個心態就是 金融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大利益 而這個大利益被江派拿去 被華南拿去 所以他搞一個北京證券交易所 是要再把金融利益做地域上的平衡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鬥江派鬥了半天 其實他是要拿那個利益 金融利益這一塊 你看為什麼不讓阿里巴巴去上市 不讓弟弟出行去上市 就是因為上市的結果是 好處是給江派的拿去 給華南拿去 北方拿不到 所以他現在很多對付台商也一樣 就是說他現在割韭菜 變成了一個新的方向 因為財政的壓力太大 他要共同富裕 他要割韭菜 然後從一般人割到誰 割到這些大財團大資本家 包括把香港的五大財團找去北京 叫他們要準備好共同富裕一樣 對不對 那個中國的大企業都在共同富裕 當然早晚要輪到台商 所以我說 現在你看出來中國的這個趨勢 它的那個內部的權力鬥爭 是環繞著金融利益的爭奪 環繞著這個南方跟北方之間的不平衡來的 所以它不是純粹政治上的那種權力鬥爭 你死我活 不是 它這個是要利益切割 所以它為北方爭取這些利益 造成了一個結果叫做共同富裕 以共同富裕之名 對台灣對香港對華爾街對日本對新加坡一樣的 所以這跟你是統派獨派不見得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一個理由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大局面的話 應該了解 中國會手上這一條路 恐怕是因為它內部的財政跟經濟壓力太過巨大 以至於不得不做出一些殺雞取卵 雞不折死的這個表現出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更有值的節目